女人上了年纪之后,身体或脸部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些岁月的痕迹 因此我们更需要掌握一些能让我们更优雅的传达方式 本期就来分享7个越老越气质的时尚秘诀 秘诀一,妆容浅淡 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变得暗沉发黑 加上斑点皱纹等,就会让脸色看上去没有精神,显老 对于中年女性来说,我们的妆容不需要非常完整或是浓艳 只需要简单能达到提升气色就好 若你是新手或日常时间紧的话,可以利用素颜霜提亮肤色 遮掩部分瑕疵,再描一个眉,涂一个口红就可以 秘诀二,选择短发 头发变白,脱发等问题并不是显老的关键 关键是选择让自己看上去显老十岁的发型 如果白发又不多的话,那么适当的染发是可以让我们更年轻的 若你的白发比较多的话 此时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接受白发 甚至将它变成我们的标志 选择长度不超过肩膀的短发 保湿整体的清爽干净 若是爱打扮的,还可以做一个卷发造型 这才是打造年轻态,穿出好气质的秘诀 像这样,一头发白的头发,完全不是他们美丽的阻碍 逆角三,同色系穿搭 通过简单高级的色彩搭配,能够快速且有效地展现我们优雅时髦的一面 比如说全身白色或全身大地色的同色系搭配 相比花哨配色,更适合成熟稳重的女性 当我们选择的颜色比较深,比如说全身黑的穿搭 那么最好用鲜艳的配饰来点缀 不然会显得很沉闷 像这身,深色裙装与碎花丝镜的搭配,既不嫌花哨,又不嫌枯燥 逆角四,穿衣漏夫 五六时这一年龄段的女人,穿着上若是太过保守沉闷 是很难穿出气质感来的 我们需要适当的漏夫,来让穿着更加简练 比如这身,漏槐鞋搭配袜子,也是一种时尚穿搭方式 逆角五,合适的鞋子 中老年女性要避开的是非常厚重的鞋子 容易让人显得笨重,还会嫌爱 选择好搭配且穿着舒适的白色平底鞋 可以让整个造型加分 如果你的穿着是比较知性 穿着裙装的时间比较多的话 那么建议选择漏夫鞋,非常显质感 两到三厘米的鞋跟,能让人看上去更加精致有气质 另外,如果你的驾驭能力比较好的话 还可以选择一双短跟鞋 可以让我们的身形更加挺拔有气场 秘诀六,优雅仪态 我们的美丽会随着岁月流逝 但如果你有好的仪态 则会让你的魅力和美保留的更长久且更动人 对于中老年女性 我们不需要保持魔鬼身材非常纤细 但要保持身材匀称 秘诀七,好体态 体态也就是你的站姿,坐姿和走姿 这些虽然很细小 但却很能反映一个人的学识涵养 避开单脚站地,低头弯腰 这些不良习惯 本期结束,别忘记三连呀